欢迎收看Angie飘泊到UK 这一辆是我人生第一辆车 2004年Honda Stream 是七人车来的 而这一辆是我第二辆车 2008 Toyota Alford 亦都是七人车 而跟着那辆是我人生第三辆车 就是Honda Freed 七人车 这辆亦都是我在香港最后的一辆车 这辆亦都是我最爱的一辆车 但是来到英国之后 我想大家选车的时候都会知道 七人车的选择真的很少 而且是日本的七人车 实用的七人车的选择就更少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样在英国选一辆日本的七人车 Let's go 刚才片头都有说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Honda Freed 那我试试在英国 Auto Trader 这个网上找 结果真的被我找到有一辆车 全英国 那我就跟回 网页车公司的位置 按进去 我发现原来这辆车公司有几辆Honda Freed 可以选择 于是我就 胆粗粗 打电话去 打算预约时间去看 我原本在星期四打去 就想预约星期六 但是那个人就说 不行 你要星期六早早打去 我也明白 因为可能这些车 星期四它说有 但原来星期六可能会买了 于是我星期六早早打去 结果它就说有两辆车公司在 可以让我看 那我就出发了 那我就开了两个两小时的车 那这次过去 我和另一个朋友 懂得开车的朋友过去 因为如果真的看好要买车 那一人开一辆车就回家了 那看之前 可以预先上英国政府的网站 看看那辆车的情况 好似我看好这辆车 它原来给了税 以及已经做了MOT 那自己的感觉 就会良好一点点 因为呢 现成这辆车是做了MOT 即是说 它现在的装备 其实是符合到驗车 那去到的时候 刚才不知道大家看到 原来是要按密码入大闸 才去到这间公司的门口 那去到公司的门口 那里呢 已经看到有一堆的二手车 最主要都是一些日本车 日本七人车 那这个就是那间车行的环境 那很多Honda Statvigan 有三架是Honda Freed 那这里看到Statvigan 那是2008年的 那有Toyota的车 有Honda 那也都有些欧洲车 那这个我就不会考虑了 那看到蓝色这辆Honda Freed 那是我其中一辆目标的车来的 那但是看完实物之后呢 我就立刻耍手里 因为呢 车身是比较花啦 还有车望下去呢 都是很旧的 那还有另外一些的七人车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我自己就觉得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大一点 那我觉得呢 那个耗油量又会大一点 那大家都知道啦 无论是英国或者香港 最近的油价都升得很快 那这辆Honda Freed 那这就是另外一辆来的 那跟刚才那一辆呢 真的很相似 那颜色都很相似 和新构程度都很相似 那它就配备了一个铁拼的 那整件事呢 我觉得都不是很开胃啦 那最后呢 我就选了一辆白色的Honda Freed 那除了 那刚才看的那些车 那还有这一辆的Statvigan 那这些 应该呢 大概是八千到一万磅左右的 的budget啦 那其实 这个车行买的车呢 都是 看上去呢 都是比较 舊一点的车来的 那最紧要呢 就是 跟一个熄车的朋友去看啦 那我可以帮一下眼 那这辆Statvigan其实挺正的 一零年 看上去都挺新正的 不过我就 不是我的目标啦 那这里都有 几格在的 都是102 好啦 那我 买的那辆车呢 就是这一辆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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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身的狀況是非常良好 當然畢竟已經是2009年車 我覺得有少許花痕是很正常的 這個支付幫我把咪錶 不是撥錶 而是幫我貼一些英里上去 方便 待會駕駛上highway 或者之後駕駛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的車速去到多少 完成了給Texy的手續 這張照片就是我第一和第二輛英國車一起拍 恭喜你 你成為這輛新車第一個乘客 請問Angie姐姐你覺得這輛車怎樣 這輛車可以擺放更多的東西 還有我位置較高 窗較大 所以可以看到更多的景 那你喜不喜歡這輛車呢 喜歡因為很舒服 這輛車有些東西是觀眾不知道的 就是有一股味 有一股日本的車味 日本車味 嗯 你會給多少分這輛車呢 如果十分滿分 就是十分的 知不知為何要買這輛車 我會選擇這輛車呢 因為香港駕開 這輛車的特點就是 它是單電門的 只有這輛電門 另外那輛呢 就是人手開的 就這樣就拉開的 就這樣就拉開的 那我喜歡它呢 就是中間呢 是可以走到去後排的 就是說 這張椅子呢 中間這張椅子 是無需要摺起 都可以走到去後排的 那我看看這邊這輛車的拖門 這個就是人手 開的 就這樣就拉開的 那我看看內容 三排的 七人座位 跟香港我自己的駕駛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自己坐過了 後排呢 其實空間呢 都是可以的 還有座墊都比較厚些 那後面那兩張椅子呢 是可以收起的 看看車後面 打開 那這個呢 就是香港帶過來的 擺傘 用的 那有時候呢 如果要搬大型架子 這輛車就適合了 那就可以先收起後排 那旁邊這裏呢 有一個按鈕的 向前推 收起後呢 這裏有一條繩子 拉拉它 那它便可以向上了 然後呢 這個位呢 有一個勾的 拉它下來 然後呢 這裏 這樣就固定了 拍到這裏 如果兩張椅子都是這樣收起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很多空間 我想擺一張床褥都可能可以的 好了 上到這輛車呢 就看看車頭配置 那由於英國呢 是用英里的 就不是用公里的 那所以呢 你會見到這裏呢 黃黃色的那些呢 就是英里 那車行那裏呢 它就加少少錢 它幫我拆了一個標板出來 就貼回英里下去了 那這輛車呢 就已經是做過MOT的 那所以呢 這輛車現在看到有的配置 全部都是過MOT 那就包括這輛車的 中間和後面的車窗呢 其實是深色的 深色少少的玻璃 那香港就不行的 香港要換回玻璃才可以 過到驗車的 但是英國這邊可以的 那這個是 嗯 日本 ETC卡 進去的 如果去過日本旅行 那些朋友就會知道的了 那它還送了這個大鏡給我的 這個位呢 看到這輛車是單電門的 左邊那裏是電門 那有電接鏡 這個霧燈 那這輛車的特點呢 就是入油的時候 就不用開油蓋的 就這樣去到油蓋的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呢 剛才就說入油 那這輛車呢 很特別的 那呢 就在這裏 按一下呢 它就會彈開 就可以入到油了 就不用在車頭那裏按的 就和很多車都不同的 對 那還有呢 它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這輛叫什麼 那通常呢 普通版呢 它都是 譬如這輛車白色 那這東西都是白色的 那我去到 車場那裏 為什麼我會選這輛呢 因為呢 就這樣看 全輛車的外觀 它都是 三輛裡面最新正的 這一輛 那還有看起來是OK的 那 那當然啦 這輛車都十幾年了 那有一點點花痕 粒痕 其實都很正常 那還有呢 它和另外兩輛車不同呢 就是它這輛的輛 它是合金輛來的 那另外兩輛呢 就是用鐵輛 而那個鐵輛已經是生了手了 好了 另外這輛車呢 有泊車的感應器 但是呢 就沒有泊車鏡的 那我覺得呢 我也接受得到的 因為 我本身是英國那輛 五人車呢 其實沒有 感應器 也沒有鏡頭 每張車行的資料 放在Description 中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 這段影片的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下集再見